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中共等成员国严重践踏人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谈话2018年1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称这个机构已经徒有虚拧。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和国务卿蓬佩奥共同面对记者时说长期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保护人权践踏者充满政治偏见,他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抱有长期偏见黑利大使,说,看看理事会的成员,你可以看到对最基本权力的令人发指的践踏。 他提到的践踏人权国家有委内瑞拉,中共,古巴河当国民主共和国蓬佩奥国务卿,则批评人权理事会无耻的虚伪。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发表声明,作为回应声明说,秘书长本来非常希望美国留在人权理事会内, 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人权至上、自由之家、挽救儿童在内的12家著名非政府组织致信蓬佩奥,对这个决定表示深深的失望。 他们在信中承认,对于理事会的结构和运作方面的缺点,有些合理的关切不过,这些缺陷都不足以成为退出理事会的理由。 美国的退出,只会加重理事会的弱点。 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萨利尔谢蒂,呼吁美国改变决定,同时也承认人权理事会存在着问题。 他说,川普总统再次显示出,他完全无视美国声称维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权理事会尽管并不完美他的成员国,也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他仍然是推动问责和法律公道的重要力量。 谢谢大家